童嘉圖 許證明 pig道 柔靠筆 包zarber 石棉 猛單 感覺 編劉 大家好 我是臺灣鼓翁集團 董事長正義 在平科大的時候 我學會怎麼清 сб 怎麼樣去認真 整体的手法 还有一切都是要刻苦耐劳 那学术方面也学了不少 毕业以后 因为那时候只有专科学校 所以没有换帽子 所以大家就觉得我要努力 我要认真 那我要诚实 所以就很努力地在工作上去努力 我叫陈钦鸣 曾经担任卫权食品公司副总经理 最后从鸿海精密工业工业 罗线公司总务学里退休 评科大教我很多 评科大教我第一个 第二万语 对我以后就学就业帮助很大 第二个教我会分析化学 教委会套制药 一定制药 教我会微生物的检测 第三个教我食品制造汉王 第四个教我会生物化学 这些对我以后就业 非常帮助很大 我是陈钢生 我是三户友集团创办人 听得到学的是荣业 我是研瘾 那一切呢 因为从学习开始 尊行的自然 我从学习上知道 戒门纲目课食中 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 企业的主持体系 在人的差异里面呢 有向阳性 有股片 是硬性 这些种种呢 其实在我们在对试人试用上面来讲 也的确有一个很好的企划 大家好 我是郭维博 皮哥大带给我 非常充实的一个学习 他是强调 每一位同学都要尽心尽力地 在学校学习 专业的知识 再过几年以后才发现说 学校所教的东西对我有非常大的方法 我是瑞宝基因股份理线公司 我是瑞宝基因股份理线公司 和杰强实业股份理线公司的父亲 降位方 在求学时间就是我记忆比较深刻是 班上的前六名 可以到工厂去实习 所以我在台荣主业去实习 在实习的过程中 因为可以有薪水可以拿 对于那时候的学生是非常地棒的 这五十年来 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 没有平科大没有今天的我 平科大从日据时代到现在 已经一百年了 在这一百年之中 它培育了很多农业专家跟学者 还有企业界的老板 那我是觉得我们学校应该要跟谁的时代的进步 要有跟AI要挂钩 同时永续发展 这个也是要做 还有应该怎么样去自动化 那么让我们这个各个工学院跟农学院 把它合起来 创造一个自动化的设备 跟所有的这个比较有AI的一种管理 能够让它永远培养出 接触的农业经营 个人建议学校加强食用激素的教育 再加强 第二个 对学生实干苦干 以及改善不显小的精神 再加强 当今我们学校应该有的优点 因为只有我们学校校园会最广大 只有这样的条件隔几 其实我们这样的规模 的确是超越美国 那些长春的那些条件 现在交通更方便了 那我们现在的所有在农业科技应用的领域上 也更加有成就了 这几年来的这些全球的这种变化 AI充斥的信息 我们相信平哥大既有的基础里面 AI的农业 其实它早就已经在应用实质的 从生产到技术 还有到品种改良 到这个基因的整个 来我们平哥大早就有相当的基础 我们继续从这上面 影响我们永不改变人类的需要里面 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超越全球的 欧美的这些农业的各个 这种长春等或生机大型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目前是AI的时代 我们不是只有农业机械 我们是有未来的全智能的时代 未来希望学校能够对AI的推动 让我们很多学生 他用智慧来读出 可以让学校的设备 多一点AI的东西 多一点让他们智能化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要很专业的做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领域在楼叶这一块 那也非常出名的 那如果在这个领域 发挥得到极致 那如果跟这些各系的校友会 来配合 那都请几哪一个系的 理事长还是专业人士 来跟他们讨论 让学生未来有目标 学校未来也有方向 当然校长一定会拟定 但是如果能够跟现状结合的话 对学校帮助非常大 我们一定要把专业这块领域做得非常完整 这个学校已经一百年了 那我们非常感谢各界的校长 还有师师们 还有校友们 大家的努力 把学校培养了这么多精英 我希望我们更应该要加强 精后随着时代的进步 怎么样来配合时代进步 创造更好的荣誉专家 恭喜学校创校百年的喜庆 同时期望平科大能够进入世界百大名校之列 我相信这种鼓励可以造就我们整体学校更长年的挖探 一百周年它只是一个起步而已 这是一个基础 我相信学校一定会更好 谢谢校英跟昌隆 谢谢 我相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在平科大这么美丽的环境之下 我们还要再创造未来的一百年 未来的一百年 相信我们学校的学生 一定会更好跟优秀 占有台湾一席之地 希望大家加油 谢谢 一所学校能够创建百年 真的是不容易 我有兴参与这个圣议会跟圣宴 那希望百年能够再延续百年 让平科大更壮大 便宜更多台湾世界或是东南洋 更需要的专业人才 谢谢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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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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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科 我家 .." 咳 别有预大